大家知道在古代很多的故事 让我们明白了经世的道理 在唐代有一个著名的丞相 他名字叫悲行俭 承认上书要值 上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或者副省长之类 有一次他打算用色香 还有灵芝等等名贵的药材 做出那种药丸 便派令时骑着皇帝赏赐的骏马 带上随从去买药 令时第一次骑上这么名贵的马 忍不住在路上扬边及时 不了药铺到了药铺才发现 镶嵌着宝石的马鞍 不小心被他撑坏了 顿时冷汗淋漓 损坏玉次的马鞍 这是何等的大罪 所以令时越想越害怕 让随从去买药 自己偷偷的就溜走了 随从买其药材 在回来的路上不胜 又被神偷偷掉了 色香和名贵的昂贵的中药 随从自知无法交差 也逃跑了 悲心间听说此事十分的难过 折令手下务必把他们给我抓回来 不久两个人被抓回悲伏 他们一见悲心连力气下跪 谁知悲亲手替他们解开绳索 惋惜地说 你们两个怎么能因为马鞍 和药材就逃命了 马鞍坏了可以修补 药材偷了我们可以再买吗 但你们两个逃了 我还怎么弥补 世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丢 唯有人再难找回来啊 听了这番话 两个人很感动 发誓一辈子笑 终悲心间 不久 断罪立功 自办更好的药材 到了晚年 悲心间对两人说 我用马鞍和药材 就换来 你们两个数十年 对我的忠心 所以你们给我的回报 远远超过我的损失啊 凡事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别人想广极善德 那就是慈悲啊 佛与魔区别不在于法力的高低 而是在于佛有一颗慈悲的心 我们在人间 无以小善而不为之 也不要无以恶小而为之啊 我们做人要懂得这个世界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心怀慈悲 必有善报 常怀慈悲之行 才能度己度人 使自己的心 变得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慈悲啊 大家想一想 修心修得好的人 真正的不识 就是要把烦恼和忧虑分别 执着全部的都拿掉 不识出心中的慈悲 对峙烦恼要用无常性 台长教你们几个方法 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 用什么办法呢 经常这么想 比方说自己一个很爱的人 离你而去了 就想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 今天他离我而去 可能我们两个好下去 有一天我也会离他而去 再好的感情 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想通 想明白 所以对峙烦恼用无常性 对峙忧虑用什么心呢 哎呀 这个事情真的 哎呀我烦死了 我真的烦得不得了 我很难过 我很不舒服 要用慈悲心 对峙分别心 要用宽容心 对峙执着 要用拨惹心 一个人非常的执着 不卖账 我就要这么做 要想一想 你这种人有没有智慧啊 有智慧的人 不会执着 记住了 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肯棒的人 这个人 他没有智慧 分别心 看不起别人 一定要用宽容心 想一想 今天 如果是你的兄弟 是你的姐妹 你又会做何感想 台长 看了一个 这个新闻 讲的是 一个西方 在英国的一个 这个达人秀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妈妈上去参赛 满脸皱纹 当时三个评委坐在那里 一看她 表情马上这样 你想表演什么 你看看这个老妈妈 忍受着她们的眼神的侮辱 然后说 我要跳舞 跳舞啊 你几岁了 八十岁 I'm 80 years old 对不对啊 然后 然后说 好好好 开始表演吧 这个老妈妈 请出了一位 比她年纪小二十多岁 大概也有 我看有六十岁左右的男的舞伴 两个人跳 刚刚跳了三四个动作 那一个评委安了一下铃 铃 下去吧 不要跳 这个老妈妈 她不听她的铃声 继续跳 结果跟那个男的 跳的 好得不得了 全场鼓掌 全场起立 而因为她做的这些高难度的动作 连杂技演员都做不出来 那个人最后跟她赔礼道歉 想一想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今天 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在你身边的人 如果你哪一天修成了在天上 说不定 他已经比你更早的已经在天上等着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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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